破伤风的区别 在咱们羊过程中 破伤风和脑炎是导致羊死亡 以及爆发率挺高的两种疾病 而且它们特别相似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两种疾病怎样区分和治疗 大家好 我是小夕 咱们今天不聊废话 咱们直接进入主题 咱们先说一下破伤风 破伤风的话 一般是由于羊出现那个伤口急身 感染最后导致的 比如说羊羔子出生之后 期待有那个切口 或者是给羊羔子断尾 或者是给羊羔子去世 如果说不及时的打破伤风疫苗的话 有可能会出现破伤风 一般情况下 母羊铲膏子之后 两个小时左右的时候 羊羔子吃上奶了 这时候母羊和响膏子 最好都打一针破伤风疫苗 破伤风疫苗的话 我的橱窗友 大家可以备一点喝 咱们说一下破伤风的症状 破伤风最明显的症状 就是四肢僵硬 那个腿绷得很直 羊在死亡之前 你会发现它那个牙口紧闭 有时候会出现的那种 磨牙的那种声音 另外还会流口水或者吐沫子 如果你的羊出现破伤风的话 给它打那个破伤风抗毒素 双倍剂量的 这种治疗方法 只能说临时包佛脚 不一定百分之百能治好 破伤风的话 大部分都是很难治疗的 咱们一般都是预防为主 另外你的羊得了破伤风的话 把它放在那个阴凉处 因为破伤风的羊是怕阳光的 接下来咱们再说一下脑炎 脑炎其实跟破伤风都差不多的 躺在地上 四个腿在那乱滑动 但是脑炎跟破伤风的一个区别 伴随着发烧现象的体温偏高 如果你的羊发生了脑炎 特别是慢性脑炎的话 可以给它注射黄阿密丁钠 双倍剂量的 四到六个小时之后 再给它打一针第三米松屁青霉素 在这里顺嘴提一下这个黄阿密丁钠 羊一旦得了脑炎的话 大部分药都治不了的 想要治疗脑炎 这个药必须要穿透大脑皮层 大部分药是穿透不了的 只有黄阿密丁钠能穿透 能不能起到药效 还是另一回事 急性脑炎的话 一般都治不了的 慢性脑炎可以试一试 好 以上就是脑炎和破障风的区别 以及治疗方法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大家有需要补充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羊五小时试试见利润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如果喜欢我作品可以关注 我们下期见 拜拜